程式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其实就这一段 基本上就是加了一个回圈 一个逻辑判断 那剩下就是两个变数 一个I跟一个R 基本上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料 一下子全部下了下来 但是呢有衍生性的问题 方法就是怎么样 我要把日期 其实这三个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把 我是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你会发现这边虽然看到是11月20日 但实际上它里面放的就是一个 标准日期 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 干脆你就把这个日期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面来就好了 OK 然后呢再来怎么样呢 把底下这两列删掉 然后还有什么呢 把这个重点号码六个号码要分开来 按照什么呢 逗点把它分开来 分到哪边呢 分到这边 或哪里都可以啦 那当然要怎么把它分开来 比较简单 其实你可以利用那个 如果你实在 当你在VBA里面有一个叫Split的方法 它可以帮你做切割 但如果你不会那个方法的话 另外有一个就是 一样可以通过录制聚集的方法 就是什么 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里面用分割符号 你可以把逗点 它变成逗点 你可以用逗点方式隔开 它一样可以帮你把它做资料口吸 也可以做出来 不过当然尽量就是不要用土法链钢的方式来做 所以请各位待会想想看 有三个地方要解决 一把日期部分都放在这个里面好了 OK第二个的话呢 把列删除 第三个把这个六个号码做分割 如果全部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统计出来 那怎么统计呢 其实可以利用上礼拜讲的嘛 你可以利用那个什么 一个是抗 先抗义服 抗义服什么号码 所以它1到49号 哪一个号码出现最多 其实就有答案 抗义服加抗乘 那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号码 都做出结果来 OK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这边的话 我们先下个学者 待会再来看这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希望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日期 2019应该改成下面这个 其实我想就直接把这个资料 放到里面来就OK了 但是放过来之后的话 会有个格式的问题 再补一下格式就可以了 OK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不过在做资料放过来 其实它找一个规则 它的规则是什么呢 其实基本上你可以想就是说 它基本上是从第二列开始 那只要下一列的资料 把它放到上面来就可以了 那不过呢 可能会有一个地方要先做 哪个地方呢 你会发现 每一个page下来的话 它就会多一个 所谓的栏位名称 那这个栏位名称是多出来的 所以应该怎么样 你要再做 刚刚那一件事情 要先把这个删掉 所以呢 里面的话因为57个page 所以 等于是第一个不要删 因为第一个最上面这个不要动之外 底下还会有56个 有没有 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要把它删除的话 该怎么删会比较快 那我前面讲过了 其实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 是从最下面跑到最上 最上面不要到1 应该要到2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最上面那个名称要保留 那我们怎么删最简单 其实前面有讲过 就是如果你要删某一列的话 就Rose物件 Rose 刮斧哪一列 比如说第一列 1 后面加一个delight 它就帮你删 可是问题我们不能每个都删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写个条件 什么条件 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 它里面的 这个除菌歌里面呢 假如是放日期两个字 就把我删掉 而且要颠倒过来删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已经写好了 就写了 删除 第一个啦 我们可以写一个sub 叫做删除日期列 那这个删除日期列的话 我们可以forI 等于最后一列 倒过来删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倒过来删 它会影响 它原来的顺序 所以基本上 我建议如果你删除的话 可以从最下面 一直到第二列就可以 最下面一列 这个是追踪的 到第二列 那后面记得加一个step付译 你就颠倒过来 那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呢 它这个除菌歌里面 是放日期两个字的话 那就帮我把那一列给删掉 OK 那我们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先这个中断点执行 那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找到了哪一列 5099... 50... 50997 Ctrl 向下看一下 5097是不是 找到了 对 就这一个 那所以呢 如果找到之后的话 因为它判断了 这个逻辑 找到了 它就帮你把5097这一列删掉 按F8 删除了 有没有 接下来的话 它又继续找 找到了 找到50... 5006这一列删除了 5097 006往上找 OK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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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样啦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会发现 很快的就可以把 你希望删除的列 快速全部一次删掉 这个很好用 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当范本 以后如果你会用到删除列的话 你就把这个拿来改一下就好 你会发现 其实就刚讲的 一个回圈 加一个逻辑判断 再加一个删除 就OK了 所以这个时期 我中段也拿掉 这样子的话 很快 啪啪啪 一下子 就可以把 多余的日期列删掉了 那再来的话 想什么 再来就是想说 刚刚那个问题 怎么做比较快 因为我刚刚想的方法是这样 这个蓝宽拉一下 就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 这个不是删 就不用从底下 我们是从二到最下面的列 那做什么呢 就是把 他现在这一列 就是下一列的资料 帮我复制到上一列的储存格里面 就是下面的东西 帮我复制到这个里面去就好了 那写的方法 特别之外 还有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可是问题 我不是每一个都要这样做 不是说每一个每一个 如果每一个每一个都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太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应该有条件做 什么条件呢 就是当他的列 是第二列 跟第五列 跟第八列 你会发现 只有这几个 这个有没有一个规则性 你会发现 它的规则是什么 每三个 每三个 就跳一个 所以每三个都跳一个的话 那跟各位讲 你可以用一个 里面有一个运算式 就是求余数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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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没有用过 MOD 求余数 那这个求余数的话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 你可以先把 你原来的列先减掉 比如说先把 你原来的I 先减掉2 减掉2之后的话 比如说你跑下来2-2 那等于0 对不对 再用一个叫运算式就是MOD MOD就求余数 MOD3 0MOD的3等于多少 余数多少 你记住 0除以3等于多少 还是0 如果到这边的话 5 5减掉2 等于3 那3除以3余多少 还是0 那这个MOD的意思说 如果余数为0的话 那我就做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就不做这件事情 所以特别说 我的写法是这样 我这边写出来就是 如果删除列 这个删除 那如果我要 再加一个合并日期 比如说我要 应该是复制日期吧 反正这个可以改一下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OK 范围NAS 如果呢 我把这个I 减掉2 OK 减掉2之后的话 那当然如果2减掉2 那就0 0MOD MOD就除以3之后的余数 如果等于0的话 那表示说呢 这个就是我要的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把我现在的储存格 好不好 跟你讲 我下面那个储存格 我下面那个储存格 我叙述 就是I加1不就好了 I加1不就是下一列的意思 我把我下一列的资料呢 帮我把它复制到前面来 意思说把这个资料呢 复制到这里面来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格式可能会有出错 所以我跑一次给各位看 我下一列这一行先不要执行 我先把这边设个中段点 跑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这样子 假设这一列 I加1等于2 这个应该是我要的 因为它等于0 所以符合条件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把它下一列 下一列里面的资料是什么呢 这里面的资料是 2019年的11月22帮我怎么样 把它复制到哪里 复制到2019 所以这一行执行 不过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呢 我们把资料放过来 它只有放资料 那这个时候它什么 VBA它没有自己帮你加一个格式 所谓的格式就是说 它没有把 有没有 它背后呢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以前我们的做法 不过以前以前会自动加 但现在的话呢 它没有加的话 你变成 可能以前是要手动加一个日期 日期的格式是这个 按确定 有没有 它才会恢复成正确的日期格式 那假如说呢 你希望在程式里面加上这个叙述的话 其实只要加一个什么 叫做 Lumber Format Local 其实 这个我喜欢写法 你可以打个Sales 它里面有个属性叫做 其实右键 这个格式的内容的话 其实就是Lumber Format Local 那你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字串 制定里面的公司就是说 它的公司 其实这个按右键 出这个格式 制定一下 你会发现就是什么 YYYY 四个Y 斜线M斜线D 意思就是说 帮我格式化成 西元年加它的月加它的日 那把 特别说 后面记得要补上那个刮壶 OK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资料放进去之后的话 没有 资料过来了 然后再帮我格式化成这个格式 比如说下一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再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应该是 这个吧 2019这个 那你会发现我现在 资新这个 它会把那个日期的数字放进来 底下这一行就格式 所以把它格式一下 诶 格式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 全部从头到尾 跑一片之后的话 那它就乖乖的帮我把每一个 通通都加上那个 等于是把下一列的资料 复制到上一列 但是有条件 什么条件 每三个 每三个跳一个 去做这件事情 最后的话呢 当然就是在把什么 把多余的这两列删掉 不过多余这两列 当然不是叫你手动删 而是应该怎么样 应该这样 最下面 移到这个最下方 所以等一下删除也这样 我应该是向下最终 删除一样倒过来删 把这一列删掉之后 也把它的上一列也删掉 然后呢 诶 再跳三个 删掉这一个对 然后再删个 再删个 再删个 直到呢 到哪一个地方就停下来 特别是 就一直跑跑跑 跑到这边 有没有 等于到四 所以应该什么 反向删除 step 记得用三 因为中间间隔三 然后呢 逐个逐个删除 所以写出来的话 这边我写一个删除列 for i 等于最下面一列 到第四列 后面记得 关键的地方 step 一定要是负三 为什么是负三 因为每三个 每三个删一次 那删的话怎么删 删掉它这一列 删掉这一列之外 还要把它的上一列也删掉 所以你可以写这个删掉这一列 然后也把它的上一列 减一这一列删掉 删给各位看 其实这样跑出来的结果 之心 不过因为它是一边 一边跑一边删 一边跑一边删 所以相对的删除列的效率 应该是算比较差的 所以像这个有五千多列 恐怕删的时间 会相对的比较久一些些 不过再怎么久 应该还是会比你自己手动删的还快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让它自己跑一下 然后跑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 它就会把我不要的那一些列 全部都把它删掉 有没有发现 最后有没有 它就乖乖的帮我把它删除 然后最后坦错向下 只剩下大概一千六百九十二 减一 所以总比数是这么多 基本上已经离我们要做的结果很接近了 还剩下一个 把这个剖开来 结果其实就可以来统计了 不过 刚刚我一下子 讲的比较快一点点 讲了三段 所以待会也把这三段程式 一样会贴到云端上 你会参考 所以第一个 删除日期列 第二个 把我要的日期 把它复制 从下面一列 复制到上一列 然后并且再做删除列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是练习的时候 我本来57 干脆就只要10页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 就删除日期 第三个就是复制日期 把日期复制过来 宽度其实最后可以用一个autofits 自动把它调整栏宽 不过我现在是把它手动拉一下 然后再删除 不要的列 OK 然后删除列 其实会跑的相对会比较久一些些 可是因为我刚刚下载 只有10个page 所以你会发现速度会快蛮多的 再来还要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我希望能够把这6个号码 帮我剖开来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后面 123456到这里 6个就是这6个剖开来之后 然后分别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放到这个范围里面 那特别注意 你可以用资料剖析 不过我是建议资料剖析 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快 当然也OK 如果你没有别的方法 你可以把Ctrl Shift向下 然后你可以用资料里面的什么 资料剖析 那剖析的话 分格符号 用分格符号里面的逗点 那它会怎么做呢 它会下一步之后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结果放到这里来就好 它就会怎么样 帮我把它分别放过来 那当然未来 你甚至可以用录制聚集 把这段程式放过来 OK 不过我是觉得 诶 资料剖析 可能录下来程式至少十行以上 但是如果你写VDA的话 其实基本上一个回圈 就加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一行程 主要是用一个方法 叫Splitter 这个Splitter 它其实也蛮好用 就是说 你如果要切割的话 你跟它讲说 我要Splitter的储存在这里 然后我要根据豆点 帮我Splitter Splitter之后呢 帮我Splitter 造一个范围 所以你跟它讲一个范围 就这个范围 就Range的D2到I2的范围 那它就会自动帮我把东西放过来 接下来你跑个回圈 自动结果就过来了 OK 那我把那个 我这边写好的程式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不用资料剖析的话 如果用VBA做资料剖析 第一个一样 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关键的地方来了 用这个VBA里面有一个函数 叫Splitter 那Splitter你跟它讲什么呢 你的储存格的位置 Sales的I列的B欄 就这个 这个储存格 那用什么呢 豆点 后面加一个根据豆点帮我隔开 那它会帮我把它切割 切割之后放到前面去 前面的话呢 你就跟它讲说 我的范围在哪里就可以了 我是D2到I2 不过未来的话 当然原来我们是写成这样的 比如说你如果这个不会写 这个怎么写出来的 D2冒号I2 这样一个范围 有没有 那未来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不止一个储存格 你是很一个范围 那一样嘛 你就把什么 把2改成I就好了 所以改法 把2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and a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好了 OK 然后空白空白空白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2怎么做 因为2在最右边 所以其实不用像刚刚一样的麻烦 你就delete掉它 把它移到外面 加一个and I就可以了 因为它右边没东西 所以如果你右边没东西的话 那你就加一个and I 就大功告成 那我试一下 其实这个跑太快 跑很快 你会办法执行 这个按F8 有没有 这样子 光一这样一行 Sprint的方法 太简单了 而且太快了 Sprint 它就帮我把它切割 一个 03 49 有没有 一个罗伯油坑就过来了 OK 那其他就跑一个回圈 全部的东西呢 就帮我剖开了 当然这个我觉得啦 如果跟资料剖析比起来 其实应该不会太难 而且Sprint的方法太好用了 以后你们如果工作里面 因为蛮多同学 这种外部汇入资料 就可以把Sprint拿来用 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取代 那个资料剖析 还蛮方便的 上面应该是增加重点号码 1到6 其实就是forJ 等于1到6 1到6 然后做什么呢 就是Sales的第一列 都在第一列 C加3 为什么加3 因为我第四栏要放1 所以在这个位置 把它加3 意思是放在这个里面 放什么 放J 所以你会在上面 栏文明显就增加了 然后在资料抖C 最后的话我再把B栏给删除 自动调整栏框就AutoFits 删除B栏的话就Colors 特别是在选一个物件 叫栏物件Colors B栏的话就是一样 就双一号B 点Delete 就删除B 然后最后再AutoFits 执行一下 就删除了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刚刚总共会做了这么多 总共有123 然后123 4 5 6 7 7个Sub 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一次完成的话 其实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用前面加一个Col 就可以 Col 那个Sub 所以我再示范一次 可不可以看 其实最后的 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你用Col 直接按一下它 无法开启 这个应该是网页 是不是连线有问题 还是他帮 我再帮一下 资金 资金 这行叙述应该是网页有问题 该不会他帮我们挡掉了吗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连太多 还是因为我们网络断线吗 这边可以 那边不行 那可能因为我们存取太多了 而且我们同一个IP位置 所以 他 把我们这个连线给断掉了 好不好 没关系 反正我大概说一下 如果将来 因为今天现在连线太多人连了 所以 最后如果说你希望一气呵成的话 就是用Col Col 所以一键按下去 所有的事情就搞定 所以一键完成报表 主要就是 你把事情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的全部就切开来 然后呢 分别把它串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一键完成所有的事情 包含后面 其实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报表 还有统计 还有图表 甚至你可以画出来 你就Col 一直把它往下做 我的习惯是这样 反正全部串在一起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自动化的程式 至于你要做多少 就看每个人的这个需求而定 我又把刚刚的程式 也放在那个云端上 所以如果你想参考的话 就是刚刚这一段 我是刚刚讲的 有没有 总共有这一段 第一段 第二第三 第四 一直到最下面 这边就有批示的 把全部下载下来的这个程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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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